新知第二节 刚才是否说错了 是130亿光年还是130亿光年? 这要小心,问得好 130亿光年是一个距离单位 即是光用了130亿光年以光速含进后所经过的距离 我们应该是量度的宇宙有多大 纯粹说几年就是时间 如果说光年,即是以光速度行进多年之后所辣过的距离 所以大家不要听过年字,就以为是一个时间 很容易 这里很有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范围 是整个观察到的视野范围 已经是930亿 但这个数字大概是900亿 光年的视野范围 这个900亿光年视野范围 牵涉及到 基本上就是宇宙初开 136亿年前到现在所形成过的东西 宇宙下面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 就是我们愿望宇宙的深处的时候 是帮助到我们去了解越遥远的过去 因为越遥远的东西 是要花越长时间才到达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这里可以理解 就是有了James Webb 比哈勃劲 会有什么好处呢 他看的东西 转一点的东西 再看清一点 其实也意味着 就是我们有能力 将更遥远的宇宙过去 越是靠近宇宙开初时候的状态 那些星体是怎样呢 就越能够了解多些 所以不只是我们找多个东西 这么简单 这里的美国太空总署 所谓administrator 我计算是主管 Bill Nelson 他最近很多东西说 不过现在他有一句山笔 大家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We are going back almost to the beginning 这个 beginning 应该是讲宇宙的开端 但是如果我看那个图片 和我所理解的就是这个宇宙大爆炸 如果你说去到最初 是不是开初的时候 已经有那么多的银河 当然不是 简短来讲宇宙爆炸 理论里面的框架里面说话是怎样 开始是一个很高温高密度的状态 甚至乎是不透明的 你没有办法分清光和物质 两件是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件事 其实我中间跳过了一些很重要的细节 例如那些什么叫做 夸克形成的一盆热汤 然后夸克形成为了中子与质子 我也跳过没有说 然后一直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时候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就是 那些原本高度离子化的宇宙 它冷却下来 你会见到的就是那些中性的原子开始形成 譬如那些质子就不再自由地周围飞 而是它一定会拉着一个电子围绕着去转 即是以氢原子的状态去形成这个星際的介质 在这个情况之下突然之间 宇宙就会变得非常透明 即是光很容易穿过去 即是光和物质的相互作用 就不太容易发生了 我们就会见到那些光子和物质 开始慢慢地割不相干 然后就是物质和物质 开始自己走入一构组队 开始形成我们见到的这些叫大尺度结构 星系、银河、甚至乎星系团 这些这样的东西 相信我们最远暂时能够看到 就是说 都是去到 实际的数字 我自己说不出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是要用另一个单位来说的 就是那个叫熊仪系数 但是我可以给另外一个资料大家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宇宙突然间变得透明 中性的元素形成 开始然后那些氢、氦、氦 他们就可以用一个重力的方法 慢慢牵引去形成这些第一代的星系 那个时间其实很早很早 就是宇宙大爆炸发生之后的三十万年 OK 那你比一下一条数 如果你说宇宙年龄是136亿年 那么三十万是一个很小的数 所以你说如果第一代的星系 是发生在宇宙形成的一亿年 那究竟是一亿年还是三亿年还是五亿年 才有第一代的星系形成呢 那现在大家很想去问 究竟是哪一刻的 但是那个记录就是我们发觉 可以越来越推前 越来越逼前 在一个我们以前没有想象到的时候 都已经看到有一些星系 那这个就是由我们看到 就是靠上James Webb这些东西 帮我们找出来的了 如果我们譬如 找到在这个图像里面 我们找到有一些星系 它发出来的光谱熊移程度 是前所未有地那么高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说 它一定是很遥远的东西 现在你找到一些熊移系数 去到一、二、五 就是一、二、三这些已经很夸张了 会不会找到一些推得更前 更早的时候呢 那我们很期待就是 在那个James Webb这个发现里面 其实我觉得更加精彩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望远镜 放上去之后 去拿到一个数据 然后有一帮天文宇宙学家 他们再去这样不停地去找 就是一旦找到一个破纪录熊移系数 特高的一个光源的时候 就有paper出的了 那你可以简单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熊移系数 这样的人 有没有试过驾车超速 就是被人家罚款 现在是用那个多普勒 熊移的雷达 多普勒是一个人名 是的 基本上就是 它是利用了一件事 就是当你是在远离 测量你那件事的时候 当你越以高速度去远离 观察者的时候 你放出来的光 在他眼中 你会看到波长是拉长的 换句话说 那个频率也是会拉低的 即波长增加 但是频率就会跌低了 即是说 原本一个黄黄绿绿的光 整个光谱就会向了熊色 即波长墙那边移动 所以叫熊移 是的 熊移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但是实际上 刚才哪个墙都短了 你记不到也不要緊 最基本的现象就是 当你是一个运动中的物体 你的光谱在被观察的时候 跟你静止的时候有不同 我们就透过观察这个差异 去了解你究竟 远离的时候的速度是有多快 而我们看到就是 越是远离我们远的物体 即是越是宇宙深处 离地球越远的物体 它是远离我们的速度是越快的 因此给出来的熊移也会越强 所以我说熊移是数大些 代表着去远离我们的速度会更快 但这个是在说 那个宇宙膨胀 是 现在你看到130亿年前 是否按照计这个 应该是缩小的 即是这样 你如果将时间逐转来摆 即是远古时候的宇宙 没有今天那么大 我们以后的宇宙会大些 我们以前的宇宙会小些 以前就密度高点热点 以后就是调转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是缩小了一个版本 因为如果今天 即是如果我们说 今天还有这些东西 其实它已经散到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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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在看这些影像 如果是真的熊移系数很高的物体 它比出来就是 它真的適合百多亿年前的状态 即是 我们现在在这幅照里面 看到的这些光点 有些很奇怪 你看到上面这些 有些是近一点的 有些是软一点的 软一点的 软一点的物体受到干扰会更厉害 很多时候因为软一点的物体 在中间经历了多些物质 被屈曲的机会是更多的 所以越是被屈曲 扭上一块 扭上麻花的物体 越有机会是更多的 重要的资讯 另外就是找一些熊移系数高的物体 我们现在一眼看到 五眼六色很漂亮 但我们这样看是热闹的 但真真正正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数据分析 我们去比较一下 和哈佛数据比较一下 有没有一些 以前未找到过 现在今天是找到的 那些资讯就会在这里 你怎样解释 譬如我们看到 有些是很散的光 有些是颜色的光 有些好像飞碟 有些好像有粒星 尤其是这个 这些东西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 这些东西我没有很仔细去认 因为他公布这张照片 有告诉我们 是天空的大约是哪一达 但如果有一达的东西 可能是球状星团 即是年龄比较大的老银 有些如果是一只碟 是一条条的 可能就像我们原本的 一个圆形的文银 但是你斜斜地看它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桌圆形 甚至乎你完全在 它的碟边看它的时候 你就以为它是一条的东西 其实这里 绝大部分 尤其是越是软的东西 原本我以为 一点实际上看到一批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文银 还有 刚才说的 第一次的时候 有什么类星体 其实都是去对应一些 宇宙去形成极早期的时候 第一代的那些 我又不可以说是银河 第一代的 凝聚物 通常那些尺寸 比我们已知的银河 还要大 超级银河 但它们的形状 未必好似 我们今天看到银河 一只碟 很多山头六臂 那些东西 它是一批 然后里面的 氢的成分是极高的 跟我们今天看到的 那些星系 是比较不同的 今天我们看到 就算我们的地球 相对来说 重金属成分高一点 这个就是有賴 就是 当你第一代的星形成了之后 它做了很多的核聚变反应 甚至乎经历了一些超新星爆发 一些轻的元素被聚变 聚合 然后经过爆发的时候 可能产生了一些更加重的元素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 那些超过铁 就是在元素周期表里面 比铁更加重的元素 包括我们用的银235 银238 甚至乎我们很喜欢带着银金 银银银 这些东西 都是超新星爆发的产物 可以说是 我们是来自星层 这句话是Karl Seigen说的 是的 我经历了更加长时间去演化的 那些星制物质 是一些比较金属性重一点的东西 就是在元素周期表比较厚的东西 但是在宇宙初生的时候 那个重金属程度是很低的 因为宇宙初生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轻害和少量的铃 这是最简单的元素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就是 第一代形成的星系 它当然是要遵从万有引力 但是因为它们都是由极轻的元素 形成的时候 它们出来的形态 可以是跟我们今天看到很不同的 它没有那么多实心更重的东西 去帮它凝聚着周围的 它是一抛气体牵引着一大抛气体 所以它形成了更加大结构的 一些叫类星体的东西是不奇的 可以说是远古的银河 我们经过这种天文上的考古 是看到更加多的特性 知道它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银河 是有不同的 特定的目标去观察 其中一个是Karina Nibbola Karina这个名字是Nibbola 这个就是星云 为什么它要有些目标 就是要特意去看 这个星云是距离我们的地球 是7600光年 很近的 是很近的 很近的 你说逐个说 其实是这样的 我只是知道 在被拜登公布的 有五张相片 其中一张是和Karina有关 那么说 具体上它五个目标 是代表这五个目标 为什么这五个目标 我只能够很皮毛地去断股 我自己就没有很仔细去看 但是刚才台长你那个说了 特意看一个只有7600光年 这么近的东西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你近的东西都值得看 因为近的东西 我会更加高解像地去看 因为它现在就是说 你虽然可以看到更远 但是近的东西 你再看一次的时候 都会比Halbert看更加清 所以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对于一些更加仔细结构的东西 看得更加清楚 近的东西又看 远的东西又看 远的东西又看 很期待就是 我们一些旧有 即是看到的一些星云 我们去 现在再用一个更漂亮的望远镜 看会不会有更多仔细的东西 其实呢 那些仔细的东西是说的是什么 不是只是照片是否漂亮 即是你说玫瑰星云的花繁点 不是说这些 而是说上面的气体成分 是说那个叫Astrochemistry 上面发生的化学 化学的东西 甚至乎不只是化学 可能是Astro-Biochemistry 即是会不会有机会上面有一些 应该说 不要说Biochemistry 纯粹是Astro-Organic Chemistry 即是会不会上面有一些有机物的东西 甚至乎我们可以看到 氨基酸给出来的信号 这个我想是很多人很有兴趣看的 遥远的星系里面 是会不会有机会 遥远的星系里面 是会告诉我们 宇宙初生时期的奥秘 或者是一些 一些 星体的引力 给出来的结构 究竟是如何 近的星系里面 更加告诉我们 一些 关乎化学层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肉眼看和用其他光线去看 是不同的 后面的一个图片就是 肉眼看的下面一块东西 当你这个红内线 这个应该是 红内线 红内线 去看的时候有另一样东西 用Xray去看 有另一样东西 现在我们 这个网镜本身 按理解应该是肉眼看的东西 应该是不止的 不止的 如何说好呢 通常你摆得上去 你当然希望 尽量用不同的频谱去看 因为 你不是各样的星体形成的时候 都是很均匀地 就是说 一茶匙盐 一茶匙油 我给予那么多的可见光 给予那么多的红外线 对于黑洞那些 它特别多X光和加玛射线 即是说你用这个去看 黑洞那些会看得清楚一点 是的 即是你去研究这些高能的天文学 你看X光加玛射线 你对应的就是看 一些好像黑洞 中止星那些天体 但如果你要看一些很暗的星 可能是一些比较 细矮的太阳系 你想看它上面有没有机会有 移居的行星 你可能就要去看一些可见光谱 和光红外线光谱去看 明白了 我相信我们也要等待 它那几张图片 甚至更多的图片 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总结 简单来说 你觉得今次对于宇宙学的研究 即是说 宇宙形成的研究 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 那一定是对于宇宙初生时期的物理状态更加掌握 但你问我 我要跳开的话题 就是我觉得 对于美国作为世界天文物理学领导的地位 是有电机的作用 其他国家都不用距离很远 简单来说 真的很远 即是你先霸佔那些东西 你先霸佔那些仪器 你先霸佔那些仪器 你自己想拍什么 你要跟它申请 你先合作 它让你看 不让你信任 或是它见到外星人 它不告诉你 但同时大家知道 在瑞士的箱是开动了 这个可否对影一下 现在我们见到宇宙初生的情况 我们在地球上 我们这个箱 它会不会 解释到 一粒字怎么来 有没有这样的一日 这样说 在宇宙里面 发生到的高能量事件 能量高的程度 是可以远远大 现在箱能够产生到的能量级数 有没有能力再做更加大的发现 我会这样说 它的功率可能要再提升 两三个数量级 意思是什么 一百倍一千倍 不是现在这个规模做法 就是这样说 但其实能够提升十倍 已经很厉害了 我会这样说 可能更加厉害 更加特异的千文事件 可能靠这个天文望远镜 帮我们去看 就会获得更多质 换言之它不只是解释了 宇宙学路 可能捏过微观粒子的物理 我会说 两者是要相辅相成的 你看到的东西 能不能在地面重复 如果天上看到 地面重复到 双重认证的时候 我们才能确认到这件事 好了 这一节节目 下节目 再来讲讲其他题目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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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